以前都是只能上學下放學的時候經過 然後看著這個很漂亮的建築物 根本不可能會進來 有機會進來 所以那時候真的拿到這個房子的鑰匙打開 走進來那個剎那真的覺得人生沒有什麼不可能 我覺得我們跟這邊應該算是最有地緣關係的 因為我跟學美秀明我們都是文化影劇畢業的 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的 然後當初也是因為有機緣在回到學校這邊來 然後看到這些房子的坍塌覺得很捨不得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個念頭想要說 注意到這個地方的狀況 然後才會知道看到這個標案 然後才會參與這個標案 然後像我們在整理挖掘 有一些以前他們留下來的小兵啊 對小瓦小的紅瓦 就都在那洞裡 對對對我們就把它收起來 然後有另外再放在一個地方把它陳列起來 就當考古學家吧 還蠻有趣的啦 我們這一區好像是那個 好像是軍官的 好像是特勤人員 其實修補做新的東西 其實整個過程中 這些師傅都跟我們說 你做新的就好啦 新的比較快啊 又比較漂亮啊 結果 可是我們就堅持要保留住它原來的風貌 那畢業之後 我在做劇場跟我在做活動 然後它比較偏 畢業電視 就是這一二十年來的工作累積經驗 那我們當然希望我們回到 我們小時候生活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跟我們自己的工作 或是跟我們自己的興趣 或是經驗有相關的 就是把這個空間做得更有趣一點 對這個空間去分享給一般的大眾 那我們將來會希望就是 這個整個空間 不管是室內或者是室外 它都是跟人親近的 然後多功能性的發展這樣子 再一點點 再一點點 用藍色的 喔 來